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是福格森回来了 上周六下午 曼联主场对狼队比赛前 福格森自今年4月以后 首度出现在老特拉夫的球场 准备观看随后赛事 这是苏格兰老帅自5月脑出血后 首度出现在公开场合 也是首度回归曼联主场关赛 5月初 福格森在家中突然摔倒 随后家人打电话 叫救护车将其送院 他被诊断为脑溢血 很快采取手术 6月初 福格森顺利出院 并在家人照料下继续康复 7月 福格森发布声明 感谢他病危之际 为他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几所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并表示他希望在新赛季重返梦剧场看球 住院期间 福格森收到了全球球迷 通过特卡 电邮 短信 只条发来的不计其数的祝福信息 他也在上周接受曼联电视访问时 感谢了球迷的深情后裔 上周 马联老球员协会举办第33次年度慈善晚宴 主题是致敬92一代的代表人物斯科尔斯 当时福格森还无法亲自到场 不过他通过视频送来祝福 视频中 福格森回忆起深江头往事 斯科尔斯13岁加入曼联时 身高大约只有4英尺10英寸 1.47米 我们甚至怀疑他能否长得更高 他指叶生涯所获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718场比赛 155个进球 这是梦幻的足球生涯 致敬斯科尔斯 只是福格森正式回归的前奏 针对上周六福决赛林 万联官方呼吁球迷积极到现场来 并争取在赛前15分钟入座 因为赛前针对福格森回归 有一个专门的致敬仪式 福格森荣休已久 但在世界足球圈内 依然拥有众多信徒 刚在印钞联赛代金爱FC夺冠的英国人格里高里就透露 他带队的成功来自于福格森执教生涯对其的鼓励 福格森90年代拿到第一个冠军后 所想的就是接着再拿下去 结果 他拿了13个英超冠军 出现在曼联主场的福格森洪光满面 不像一名76岁还在4个月前 施行过脑部手术的老人 赛前 福觉接受了曼联电视访问 透露了自己的康复情况 他现在正听从儿子和医生的建议 逐渐迈向全面康复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但我前进了一大步 他表示再度回到主场看球前心情有些紧张 因为他上次在老特拉福德看球已经是4月曼联对埃森那时的事 他觉得当他再次坐上专属包厢内的座椅 自己都会激动 但老头依然口不饶人 我可一点不怀念受访 这是压力 媒体老的愚蠢问题 回来看球才是我真心喜欢的事 可惜 绝也回来看的第一场 曼联就没能拿下 關注写的设讶 现在我们来看球交給大家 晩晨大的内容 第一场 熟译会议 脚 太小了 我想避免 我不能拿下 回来看球 我想避免 表面来看球交给大家的形式 分night 我希望避免的地方也开听的 糖写会议 我们是否这次在红瓢那里 麻烦给大家用复录 我感觉每个人的背面 再来看球 使用溶子 az红尿紧也可以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